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曾想 刘志远自小一人就出外打拼 做惯了流氓行径 不久便请了几个熟识的兄弟 趁着夜晚赶到李家 强行将李三娘取走 好在李三娘并没有过多的反抗 就这样做了他的妻子 在李三娘十八岁的时候 为刘志远担下一子 其后来的影帝刘又成 后来由于作战勇敢 被升为偏将 和石敬堂一起共识 刘志远屡立军功 封王败将 节度一方 李三娘也被封为了魏国夫人 之后 刘志远在郭卫等大将的拥护下正式称帝 父为天父十三年 匿都太远 改国号为汉 史称厚汉 李三娘也被册封为皇后 儿子刘又成为太子 只是刘志远称帝不过一年时间 许多宏图霸业尚未开始 他便遗憾地因病去世了 之后 刘志远因伤长子刘成逊之子而病重 昭 史洪照 王章 苏逢吉 郭威等人托孤 临终前 刘志远认为杜仲威反复无常 于是受益托孤大臣除掉他 随后 太子刘又成继委 登继为影帝 李三娘也从皇后变为太后 刘又成年少不知事 昏庸无能 难以担起当理治国家的众人 常常选用一些不堪大用的人受理政务 其统治期间 各地割据城市而朝廷难控 并且手下多贪婪之辈 因此形成避正 一时脸腹成灾 这也注定厚瀚在他的带领下走向灭亡 他对于朝政知之甚少 终日与李三娘的弟弟李叶之流私混在一起 并且受其唆使 认为朝中大臣魏仲会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 于是他便下令 想要处死 使洪照等大臣 李三娘知道后 非常不认同儿子的做法 但是依照宫廷律令 后宫不得干预朝政 便婉言表示 让刘又成与丞相重新做过商议 在慎重做决断 然而 刘又成却不以为然 认为李三娘只不过是一介女流 不懂国家事务 之后便一意孤行地将大臣杀死 这之后 刘又成仍不满意 甚至想将先帝的开国大将郭威也一并除去 李三娘身知不好 其次三番其力劝告 但都不被刘又成理会 后来郭威得性 知道刘又成要杀自己 立即假借诏书之言 称隐帝要密谋杀死诸将 群情激愤之下 众臣纷纷推选郭威以清军策之名 带兵反攻刘又成 刘又成手下无能用之人 于七里坡大败 并在其出逃中被郭威杀死 自此后患灭亡 郭威带兵入京以后 为安定人心 首先去觐见了李三娘 并且让他主持政务 后卫便宗室安稳 假意推举 刘氏宗亲 刘云为新帝 率兵北上途中黄袍加身 又逼迫李三娘将其立为坚国 掌权国政 951年 郭威正式称帝 改国号为大周 郭威知道 当初刘又成想要杀死自己时 李三娘极力反对 因此他一直对李三娘抱有感激之情 又兼致有拉拢之心 称帝后 郭威一直尊李三娘为母 入住大平宫 尊号召圣皇太后 称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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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帝后